陈州 惠州罗市在线零首付首付贷 多城桥底首付背后 如果一成首付的钱都没有 就可以做首付贷款 也就是零首付 惠州某房产中介对记者表示 近日 华夏时报记者了解到 陈州 惠州都出现零首付首付贷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 首付贷款不符合相关规定 有专家表示 如果购房者选择做首付贷 得做好心理准备 一方面可能被抽贷 另一方面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购房者还可能受到资金损失 另外 专家表示 首付贷实际上是购房家杠杆的操作 从购房者本身来说 是个体购房行为 但如果行业中普遍出现这种情况 就会成为新的金融风险 目前有开发商会 送一至两成的首付 客户只需要付一成的首付 如果一成首付的钱都没有 就可以做首付贷款 也就是零首付 惠州市一房产中介 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惠州所有楼盘都可以做零首付 不过购房者需要付定金 一般情况下定金是5万元 剩下未付清的首付可以做首付贷 上述中介表示 近期惠州市的首付贷款利率 和按揭贷款利率区间为5.3% 负5.6% 具体要看资质 如果征信和流水没有问题 银行就可以审批贷款 那么如果流水不达标 可以进行首付贷吗 得花钱 中介表示 印外 湖南省陈州市 也出现了零首付的现象 陈州当地的房产中介 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荣誉美利元项目可以迎首付买房 也就是说 签约的时候把购房的合同价格提高 未能一次性付清的首付款 即可按照接贷款的流程一同贷款 印外 不止一位银州房产中介 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银州的首付可以首付分期 也就是说 购房者不用去银行贷款 只需在半年或者一年内 把首付付清即可 值得注意的是 住建部 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发布的 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管理 促进好业健康发展的意见 明确表示 不得提供或与其他机构合作 提供首付贷等违法违规的 金融产品和服务 不得向金融机构收取 或变相收取返佣等费用 那么 零首付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析师梁南 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零首付的出现 主要还是因为流失整体下行 销售较低迷 这是开发商为促进销售采取的一种 降低首付款的扣房方式 美联物业全国研究中心总监何现如 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一些城市调低首付比例 这与去年以来 整个市场行情向下走有密切关系 因为开发商和银行业务量 都出现比较大的萎缩 现在为了保持正常的营业水平 银行和开发商会想办法 促使客人买房贷款 事实上 2021年惠州和称州的住宅成交量 的确存在较大幅度下滑 惠州中原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2021年惠州新房成交 99957套 同比减少38% 另外惠州市新房去化周期 自2021年年初开始持续攀升 2021年年末 惠州市新房去化周期为29个月 而2021年年初 惠州市新房去化周期 还保持在10个月左右 价格方面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截至2021年12月 惠州市二手房价格 已经连续下跌6个月 称房网统计的数据显示 2021年惠州市住宅成交 共17,112套 同比2020年的21,100套 下降20% 同比2019年的20,214套 下降15% 首付政策宽松 将刺激楼市交易复苏 一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严岳靖表示 近期各地首付的乘数或首付的金额 都存在明显降低 各类调整普遍都是银行指导 或房企主动调整 很少有公开的发文 也没有看到各类管控或叫停的做法 严岳靖认为 首付贷实际上是购房加杠杆的操作 存在极高风险 从购房者本身来说 是个体购房行为 但如果行业中普遍出现这种情况 就会成为新的金融风险 梁南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零首付相当于开发商 越过金融贷款审核环节 直接给不符合条件的购房者提供贷款 这存在一定的金融风险 对于房企来说 零首付短期内或会提升销售业绩 但最终风险都会转移到购房者身上 因为零首付一般意味着购房者支付能力偏弱 但额贷款导致还款压力增加 后期可能会出现断供的问题 对于银行来说 通过一些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借贷的贷款人个人信息 或不会及时录入央行征信系统 这加大了银行的监管难度 另外银行可能无法对买房人的偿还能力进行准确判断 银行的贷款违约率或将提升 何欠如表示 因为国家是明文规定是不允许首付贷的 所以首付贷存在被抽贷的风险 如果购房者选择做首付贷 得做好心理准备 一方面可能被抽贷 另一方面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还有可能会导致购房合同毁约 购房者将受到资金损失 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急易紧救死 一放就炒的乱象 严业进表示 对于合理住房消费需求的支持 需要一个科学完备的政策体系和操作规范 如果无序违规放松 表面上会刺激购房需求的活跃 但可能会无形中刺激房地产杠杆率的无序扩大 进而引起各类风险 感谢观看